欢迎收睇无线7点半一小时新闻 我是容家瑶 今晚的主要新闻由 昨天停电近1小时 港灯仍然可能获500多万奖励 有立法会员就要求政府检视机制 被告疑人士即日开始 如果要打新冠疫疗加强剂 要自己付钱到私营市场打针 中文大学的研究 发现超过7成新冠康复者确诊5个月之后 仍然有至少一种长新冠症状 详细的新闻内容 港岛昨天凌晨大规模停电 历时近1小时恢复正常 不过根据政府和两电的管制协议 港灯或是因为在限时之内恢复供电 可以获500多万的额外奖励 有立法会员就认为政府应该检视 港灯说星期三凌晨 做线路保养维修的时候 设备发生故障 导致港岛多个地区停电48分钟 发生过百钟运烈和警钟响 不过根据政府和两间电力公司 签订的管制计划协议 当中列明如果电力公司的平均复电时间 在65分钟或以下 可以获得0.015的准许利润奖励 以港灯今次事故为例 它去年利润近30亿 即是可能会有554万的额外奖励 你已经是大幅的停电 你能够复电在一个小时之内 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一件事 为什么是要有额外的奖赏呢 事实上我们看回两电 是有一个利润的保证 利润的保证是8% 这个世界是没有那么好做的生意 是保证你有得赚钱 所以现在这个已经是很好的奖励和鼓励 他又说虽然机制上 如果复电时间80分钟或以上 就要罚扣减准许利润的0.01 85分钟或以上扣减更多 但梁希说是按全年拉运来计 所以最终罚款未必好像单一事故那么多 建议应该改为单一事故计算 有环保团体就说 外国基于停电频密 是会有这一类的想法机制 保证服务质素 认为本港应该保留这个机制 但是需要优化 针对究竟是外来的环境打风 其他东西令到停电 或者是有一些意外停电 还是电力公司本身的操作 失误而停电 去做一个界线的分野 可能那一部分 如果是很明显的人为错误 或者操作错误引致 那是不是要撥走那个部分呢 环境及生大局就说 会审视今次事故 会不会触及想法机制 也会在今年和两电 就管制计划协议 中期检计的时候 考虑公众意见 例如在审视每中事故的情况 而不是只是简单计算停电 或者复电时间等等 无线紫机制一流转的报道 有立法会议员就担心 就算要在中期检讨 更改相关机制 都要先获得两电的同意 有能源委员会成员就说 两电以往都配合优化机制 政府和两电就电费水平 尼定等事宜 而签订的管制计划协议 早在回归之前已经存在 不过会定期更新 翻查资料 上一份正是2008年签订的协议 都有就两电供电的可靠性 运作效率等设掌罚制度 不过当时只是规定 全年平均断电时间 少过或者等于26分钟 可以获总固定资产值的 0.01%作为奖励 不过现有的协议就额外 设多一项恢复供电时间掌罚 门栏相对较宽松 70分钟或以内恢复供电就有掌 这份协议一签就是15年 今年每中期检讨 政府说会考虑就相关赏罚机制 向两电提出修订 是否可行呢 有立法会议员说 现有的赏罚制度和国际标准接轨 但本港供电水平一向较高 导致两电甚少被罚 认为可以检讨 能源咨询委员会主席郭振华 认同需要检讨 但不同意取消奖励 他认为就着中期检讨 各界应该持开放态度 无线事记者在刘春玉不到 进广告非高危人士 即日开始打新冠疫苗加强剂 要自己付钱到私营市场 有家庭医生就说 现在私营市场只是提供 復必泰移价疫苗 政府早前接纳专家建议 高危人士包括年满50岁的人 有长期病患的成年人 6个月大或以上免疫力药的人士 孕婦和医活人员 无论打过多少针新冠疫苗 在距离上次接种或上次感染 超过6个月 今年内可以获免费打一针加强剂 其他人就要自费 在尤麻地这家普通科门诊 有职员说不提供自费疫苗接种服务 建议市民到私营市场打针 不过家庭医生说 目前私营市场提供的加强剂 只有復必泰二价 不包括科兴和伏必泰第一代疫苗 有私营医疗机构说 伏必泰二价疫苗的入货价暂时不变 维持一针千多至二千多元 也会继续为高危人士免费接种科兴和伏必泰疫苗 但承认要区分部分人士有难度 唯一就较为困难 就说他是不是一个属于 就是年轻一些 但是又好像有些疾病 又那个界线就可能难一些 但是就都是凭我们医护的一些专业的知识 去到去到询问 那如果我们符合到 我觉得是他都是的 那我们就活地的 就不是说凭一些什么证据 或者是一些贫健的植物 美国之前有研究指出 与没有打针的人相比 65岁或以上打伏必泰二价疫苗之后 防感染力达到百分之二十二 50至64岁是百分之二十八 8至49岁是百分之四十三 至于国药和科兴都有研发二价疫苗 政府专家顾问孔凡毅 早前有受委托负责 相关第三期和第二期临床研究 他说由于之前冬季染疫个案激增 影响公港进度 期望年底前可以公港 无线电视记者劳慧尔报道 中文大学的研究发现超过七成新冠康复者 好回五个月之后 仍然有至少一种长新冠症状 当众日成二长新冠患者 受到月经失调 和性功能障碍等等的 生殖系统症状困状 新冠疫情持续三年多 不少人染疫之后受到长新冠困扰 中大医学院团队在医管局支持下 去年7至12月用问卷访问 大约一万个新冠康复者的后遗症情况 超过七成人康复五个月之后 仍然有至少一种长新冠症状 最常见的是记忆力减退 集中力下降 思考缓慢和失眠等等 有个案的症状持续了三年 而女性45岁或以上 或者曾经因为染疫入院 都是长新冠的风险因素 另外一成二长新冠患者 受月经失调 下体疼痛和性功能障碍等等 生殖系统症状困扰 当中八成是女性 研究也发现当中四分一人 人际关系受影响 过半人无求医 研究团队估算 如果本港有五百万人曾经染疫 有四十二万人受这些症状困扰 团队强调出现长新冠症状的机率 和感染次数和哪一种病毒株无关 减少就感染的机会 医学院建议当局透过基层医疗系统 例如在地区康建中心设立平台支援长新冠患者 和成立长新冠中心处理复杂病例 无线电视记者莱惠尔报道 因应东区医院急症室女病人在厕所昏低几个小时后被发现最终不治的事故 医院管理局采取一系列加强监察急症室病人情况的措施 局方强调明白前线人手紧张会引用科技协助 各58岁的女死者据了解是一名变性人 星期日晚因为发烧和咳嗽到东区医院急症室求诊 被评为次紧急 最终她在翌日的下午被发现在无障碍厕所失去知觉 急救半个小时后不治 医管局决定加强监察急症室的病人 包括提醒职员加强巡视病人等候区 如果发现病人情况異常会即时提供协助 和提前为病人治疗 又会尽量安排风险比较高的病人 在靠近医护人员地方定时监察 职员也会加密至到每个小时 巡视急症室的洗手间一次 医管局又说正在部分急症室 试行引入科技系统 包括在部分的无障碍洗手间 试行安装感应系统 如果病人在洗手间里倒地 或者静止一段时间 系统会发出警报通知医护人员 也计划在第三季开始 在部分的急症室 向同意的病人派发定位器追踪为止 人手始终是紧张的 所以我们都希望透过科技等等 能够加强我们这方面的安全性 医管局又说 日后新落成的医院急症室 都会安装有关系统 也会分阶段扩展至更多的急症室 无线电视机车 吴佳軒不道 西安石家镇 稍后回来还会报道 医院管理局到英国招聘海外培训医生 获聘甲最快第三季来港 加拿大近十万个公务员罢工 预料多项政府服务受到影响 回来七点半新闻时间 医院管理局月初在英国招聘海外培训医生 获聘甲最快第三季来港 各方发出超过100份有条件评书 仍然有大约80人考虑 医管局说月内会到澳洲招聘 医管局月初到英国抢人才 接触超过600个当地培训的医学生 和执业医生 八成是港人 两成是英国 东南亚等人才 局方说过半有兴趣来香港工作 已经发出超过100份有条件评书 大部分都是毕业未满两年 有不同的经验 有些相对上比较年轻力 都有些比较资深的 但整体来说 刚刚毕业了没多久的同事 或者正常接受培训的同事 是比较多的 当然他来到的时候 我们一定要跟他做一个配对的安排 譬如说他在哪个专科服务 在哪间医院服务 我们都明白一些医生同事 他来到香港工作 可能他需要一些家庭的安排 住屋的安排工作安排等等 我们期望在第三季 就会开始这些同事可以来到工作 局方说 未来会加强有限度和特别注册 招南非本地培训医生 并会和海外医学院更密切联系 原来会到澳洲再作招聘 另外大湾区医疗人才交流计划 据了解抵抗医生的薪酬 等同本港副顾问医生的起身点 即是每个月大约12万 相当于内地大约一年的人工 而内港护士除了可以领取内地的薪金 每个月会有页外一万五千元的生活津贴 当局也会安排住宿 星期一来港的新一批70个护士 正在七个联网的老人科 临床实习和交流 至于第二批大湾区护士何时来香港 医官局说仍然要与内地相关单位商讨 期望最快今年年底就可以来到香港 无线电视记者陈金布报道 政府下半年将会推出 医健通加强版应用程式 协助市民更好地管理健康情况 以及找合适的医疗服务 医健通应用程式用来储存病历和疫苗接种记录 无论公司仍医护士都可以透过系统 检视病人的药物过敏情况 诊证记录等等 截至今年一月已经有超过290万次下载 当我说下半年会推出加强版ehealth家 帮到我们将整个医疗系统里面 无论是医院、基层医疗服务的提供者 以至到个别的市民连结起来 市民更好地管理自己的健康 以及去找适合医疗服务 他说ehealth家会将电子健康互通系统 再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 我们将来其实希望将这个系统提升到 成为一个基建的设施 譬如一个市民如果他需要一个医疗服务 他可能会需要去不同的医疗服务提供者 那怎样管理这个过程 怎样去提醒市民 去可以在不同时间去利用不同的服务 怎样做到电子转介 他又说ehealth家可以更好地 掌握市民的健康状况 有助未来制定针对性的公共卫生政策 无线电视记者吴解宴 中学民朋友是不是明天开考 校生必须戴口罩认考 也要申报健康 一旦确诊新冠病毒 可以尽早申请到指定市场认考 比确诊新冠考生认考的指定市场 位于新浦江景福街 文理书院九龙前校舍 考评局早前说校舍能够容纳有需要的考生 确诊考生最迟在考试当日的早上7点半 打电话或电邮给考评局 要求到指定市场认考 到时要出示确诊证明和自行安排交通前往 虽然包括口罩令在内的社交距离措施已经取消 但考评局规定考生进入市场范围要戴口罩 出发认考前要量体温和填健康新报表 不舒服或发烧要先做快册 任性的要在准考证旁边影响传档 监考员会在户外帮考生探热 检查健康新报表 考生要脱口罩核对身份 不过这间中学市场 考方已经搭建了帐篷准备 又建议考生提早一个小时到场 入到学校可以在等候区休息 而市场的座位间距维持1.5米 也放置了空气净化机 校长说会准备发测棒 给有病征的考生选择多做一次检测 建议考生也要带避足够的现金 以避不时之税 建议学生要带避500元的现金 如果那天无论是哪个区 随时停到的士 要飞的过去 这才有足够的车资 如果他真的不幸地 因为确诊或者因为流感 是极之不舒服的话 状态都不会理想 到时密贸然去考试 出来的效果反而还不好 事实上我们也是建议他 选择用校内评估去做一个考试成绩的依据 根据这三年的经验 我们也看到个别的学生 他们做了这个评估之后 和他们在校内的成绩都是比较近似的 考试期间 今年考生仍然要全程佩戴口罩 如果脱下口罩会被视作为规 无线电视机者 林俊谦不道 行政长官李家超 明天开始率团到大湾区内地城市访问四天 同行的包括政务司司长陈国基 和部分问责官员以及立法会议员 将会以次到访深圳 东莞 佛山和广州 访问期间 他们会和广东省和各市领导会面 也会到访当地创科、环保、青年发展等等的设施 以及企业等等 李家超说 这次访问是完善选举制度 落实爱国者自港原则之后 也是两地全面通关之后 今届特区政府和立法会第一次 联合到访大湾区内地城市 他将会在下星期一返港 离港期间 由财政司司长陈茂波处理行政长官职务 日本传媒报道 一个留学日本的香港女学生回港后 被当局以违反港区国安法拘捕 据了解那个23岁女学生 是上个月初被捕 暂时获准保释 《产经》、《新闻》等等的日本传媒报道 被捕的香港女生就读日本一间大学 因为换身份证而回港 当局以涉嫌干犯港区国安法当中 煽动分裂国家罪将她拘捕 报道说被捕女生大约两年之前 即是国安法生效之后 在日本留学期间曾经在社交网站留言 声援香港示威者当中涉及港独的字句 南韩首尔一间被指 中国秘密警察站的中餐馆两个负责人 涉嫌非法经营被检控 中国驻韩大事早前说 不存在海外警察站批评相关指控毫无根据 被指是中国海外警察站的中餐馆东方明珠 据报位于南韩首尔重播区 韩联社报道被诵检的餐馆负责人 包括老板黄海军 内地早前有报道说 他是中国在韩桥民协会总会长 曾经在餐馆举办端午节包总活动 去年12月餐馆被指 中国海外警察站的消息曝光之后 餐馆就在餐厅外安装了大型电子屏幕 澄清说事件是政治操弄 故意愚弄南韩人民 破坏中韩友谊 南韩警方就说 这个电子屏幕是擅自安装 又说餐馆的营业执照 2021年12月已经过期 但是餐馆继续经营 以违反食品卫生法和户外广告物法 上个月底将两个餐馆负责人送检 总部设在西班牙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发表报告 说中国在包括南韩在内的53个国家 至少有102个海外警察服务中心 用作监视打压当地的内地异见人士 中国驻航大使馆就说 所谓海外警察站根本不存在 批评相关的指控报道 完全是指虚污有 弹调中方一贯严格遵守国际法 尊重各国的司法主权 母纤电视记者杨杰尔报道 加拿大近10万个公务员罢工 要求加人工和改善工作待遇 预料多项政府服务将会受到影响 罢工的加拿大公务员 星期三在首都厄泰华的国会大楼外示威 财政部大楼外也有罢工的公务员示威 代表15万成员的加拿大公务员工会组织 在星期三发起全国罢工 工会说有近10万名成员响应 占公务员总人数的三分之一 工会和政府原有的集体协议 在2021年到期 但至今仍然未达成新协议 工会说政府在当地星期三晚的期限之前 仍然未能提出合理的方案 因而发起罢工 并指罢工决定获得绝大部分工会成员支持 加拿大去年的通胀率达到8.1% 工会提出的要求 包括在未来三年每年加薪4.5% 即是合共加大约1成4 以及保证员工有权选择在家工作 但政府只是提出三年内加薪9% 加拿大联邦政府说 罢工将会影响多个政府部门运作 预料报需和护照申请等的服务将会严重延误 有经济分析员认为 若果罢工持续到今个月尾 加拿大4月的国内生产总值可能减少0.2% 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回应事件的时候说 公务员有罢工和示威的权利 但若果不尽快解决问题 将会令到加拿大人失去耐性 无线电视机者叶方文报导 我们再休息一会 稍后回来的中国新闻环节会报导 周首人期望香港和内地教会合一共用 有更多交流合作 北京发生医院致命大火之后 全国多地突击巡查医疗机构的消防设施 新闻时间先看看中国新闻 北京参访的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首人 早早分别到两间教堂 他说今次行程有助更加认识内地 希望可以到访更多的教区 驻北京记者陈卓康报导 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周首人 上午在北京西十库教堂主持微杀 北京教区主教李山也有出席 周首人说 期望香港和内地教会合一共用 有更多交流认识和合作 有参加微杀的教友也有共同的期望 希望我们的主教也经常去香港去交流 香港的主教常来内地 希望未来这种交流越来越多 两地的教会发展越来越好 之后周首人转到西直年教堂参观 顺重拉起华雅欢迎 有小朋友献花 由同教堂的负责人合照留念 周首人是回归以来第一位访问北京的 在任天主教香港教区主教 五日的行程会在星期五结束 无线电视驻北京记者陈翠康报道 内地有军事爱好者因为拍摄中国第一手弹射型航空母舰 福建栏的建造情况获益 国家安全机关说 由境外情报机关在内地军事网上论坛搜集情报 内地不少军事爱好者都会在网上论坛 分享各项军事装备的影像 但有可能因此误触发网 央视新闻披露 中国第一手弹射型航空母舰福建栏下水之前 国家安全机关发现 有军事迷利用具有远程高清拍摄功能的无人机 非法拍摄福建栏的建造情况 由于拍摄的照片和短片涉及军事机密 他获判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罪成 判入狱一年 换营一年 国家安全机关就表示 军事爱好者拍摄的照片时间性比较贴近 而且往往涉及设备细节 有披露有境外间谍情报人员 潜伏在军事论坛搜集情报 并且分析重要敏感设备的性能参数 国家安全机关掌握 境外间谍情报人员 往往伪装成军事发烧人 活跃在网络军事论坛 利用部分军事爱好者的炫耀心理 缩使军事爱好者窃取 传播军事装备信息 实时掌握军事装备生产 试验猎装部署等最新动向 当局指出网络已经成为 各国泄物与反泄物的重要战场 军事爱好者非法拍摄 和传播军事装备等的情况 可能触犯间谍罪等罪 呼吁他们应该增强国家安全意识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道 北京长丰医院前日发生 造成29人死亡的火警之后 全国多地的消防部门 突击巡查医疗机构的消防设施 消防执法人员来到上海 敏行区中心医院巡查 检查消防设备是否足够 核查医院施工记录 确保有没有做好安全防护 又到水泵房确认消防洒水系统 运作正常 期间发现疏散通道 设置了门禁 消防说虽然断电的时候 带门会自动打开 但仍然会阻碍疏散 另外消防也到医院进行 课警演习 熟习疏散通道和消防用水位置 除了上海之外 北京、四川、险西等地的消防部门 陆续巡查当地的医疗机构等的场所 重点检查疏散通道是否畅通 而国家消防救援局 星期三召开紧急视像调度会 说截至星期二 全国今年接获39万6千宗火灾通报 639人死亡 火灾中数较去年同期上升大约四成 强调要重点整治 违规使用易燃材料 堵塞消防通道等问题 并广泛展开销防安全常识教育 内地近日宣布 除了医院、养老院等的特定场所之外 不再强制民众戴口罩 有专家就提醒 民众应该考虑疫情传播的风险 在人多聚集的地方主动戴口罩 国家疾控局就公众戴口罩发出最新指引 列明在有疫情传播风险 高危人群聚集等的地方 民众必须要戴好口罩 而承搭公共交通工具就列入建议佩戴 上海、浙江等地的地铁 也都跟随新的指引 在北京地铁站已经更新站内广播 但无论车厢里面还是站内 大部分人都仍然戴着口罩 有专家就认为民众戴不戴口罩 应该优先考虑疫情传播风险 尤其在五一假期临近 人潮聚集民众要特别小心 他又提醒民众如果去外地旅游 一定要跟从当地政府建议 配合相关防疫政策 无线电视记者陈雪儿报导 近日内地有不少的人专程去到山东之博 品尝当地的烧烤 在周末搭货车到当地的旅客 更加创了三年来的新高 当局甚至增设烧烤专列 山东之博的林芝大苑 是当地著名的烧烤区 这里有五十几间烧烤店 入夜之后非常热闹 很多游客慕名而来 这间人气烧烤店 近日每天铺铛外面都大排长龙 老板甚至要用扩音器来维持秩序 近日店铺贴出告示 说员工超负学工作要休息三天 由上个月初开始 资博烤烤突然间在内地社交平台爆红 不时有大学生组团 甚至是网红慕名前来打卡 上个月以来 资博火车站周末发送旅客量 连创三年以来的单日新高 其中不少都是专程来吃烤烤的游客 为了满足游客需要 当局加开24班往来制南和资博的烤烤专列 逢周末出发 又根据烤烤店的分布 增加巴士路线和班次 制定美食地图提供烤烤指南 被形容是保母式渡航 而根据旅游预订平台的数据 下个月的五一假期 资博民宿预订量较2019年时增加12倍 接下来最新的金融行程 恒生指数收市是报20396点 升29点 总成交跌过1015亿 提前欧洲三个主要股市的表现 英国富士100指数跌17点 法国Kat指数跌37点 德国Dex数跌144点 我们再休息一会儿 稍后回来还有其他新闻 来到最后一节7点半新闻 在九龙湾有展贸中心准备重建 甲级写字楼 有物业顾问和测量师 认为重建可以改善附近的环境 在九龙湾的展贸径有大型会议及展贸中心 发展商计划将项目转型 申请重建做三座甲级写字楼 三月底刚刚获成规会批准 不过项目落成不够30年 重建后的总楼面都不会增加 维持大约170万册 究竟有什么因素推动重建 相信它会透过这个重建 去增加物业价值 如果我们初步看过规划情况 这三栋楼里面 是会离开现在观塘绕道的位置 这件事也会减低了路面交通 带来一些草音的影响 现时在东九龙区 写字楼平均赤租大约25元 它认为当项目落成之后 市场需求就会改善 比如说银行、保险公司 其实都很喜欢在这里折点 无奈起过去受到疫情的影响 或者宏观上也有些经济上的不景气 相信随着经济复苏 慢慢这些需求会返回来 项目重建之后 建筑物高度将会由现时的52米 一下子提升至140米 但有渣量师估计 不会遮挡对附近一带的景观 他相信项目重建能够配合九龙湾商贸区的定位 同时改善区内的交通和环境 无线电视记者吴彩營报道 国际方面 中美关系紧张之制 双方仍然保持沟通 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公布 部长刘建超今天认约会见 美国驻华大使北欣斯 双方对中美关系 以及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中国商务部也公布 部门有关负责人 上星期在北京和美国商务部官员会面 苏丹政府军和半军 达成新一轮停火协议之后 无奈再爆发战斗 世卫组织说冲突到现在 造成最少296人丧生 超过3000人受伤 几百个政府军士兵担心被杀 逃到邻国炸德尋求庇护 苏丹首都核桶目 星期四天还未光 就传出爆炸声 政府军和半军快速支援部队 星期三再次同意由夜晚6点起 引渡停火24小时 但再以失败收场 双方在多地爆发激战 包括政府军总部和军方领导人住宅附近 快速支援部队发声明说 在因途曼受到政府军攻击 部队击落两架军方飞机作为反击 有救助团体表示希望得到交战双方保证 方便医疗和救援人员 帮助被战火围困的平民 冲突之下 医院等民用设施严重受损 多地停水停电 食物短缺 不少人冒着危险外出拿水 又曾经留学中国的客土木市民说 因为怕已经四天没睡过觉 不少民众就收拾行李逃往安全的地方 乍德国防部长担心冲突会引发新一波难民潮 说数以千计苏丹难民 星期三越过边境到当地尋求庇护 别无选择只能够接受 又说320个苏丹政府军士兵 因为担心遭到叛军杀害前往当地 冲突亦阻碍撤桥行动 据报德国曾派专机到客土木 但基于安全考虑接返 另外苏丹政府军说 星期四派四架军机 将177个早前租到叛军控制的 埃及空军送回到埃及 快速支援部队就说 将20几个埃及士兵 移交红十字国际委员会 无线电视记者杨洁尔报导 7点半新闻报导员 再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